福州一名骑车女子被陌生男子抱着不放 男子还有猥亵的动作 随后该女子将整个事件过程发布到网上 众多网友纷纷转载并且评论 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女网友称 当时因为临时有事要用手机 她便骑到人行道上有雨遮的地方避雨 一个中年男子从前方走来 突然抓住女网友的手臂 从后面抱紧她不让她走 还说喜欢她 希望做个朋友 并一直用身子顶着她 女网友无法挣脱只能呼救 当时路上行人较少 经过并未停下来帮忙 就在女网友快绝望时 前面走过来四名撑伞男子 她便大声呼救 这时陌生男子可能觉得害怕 突然松手了 昨日随着该微博内容在网上流传 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 有网友对路人的冷漠表示愤慨和无奈 也有网友建议女子夜间出门 要结伴而行 往人多的地方行走 她寻找她 也没怎么办她呀 她看,后面有网友 妳拍她干嘛 很久不久 我喜欢你 小慧 很久不见 你一只玩 你拍过许词 那个人 我们看看 你怎么会 我们也不懂 咱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